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等了整个夏天 等了几个月 终于就梦想成真了 可以来到这个曼联 我非常之希望可以在这里做到好多事情 因为我在足球生涯上高是很想得到好多的成就 但是当我和我们的领队 即是Soushach聊天的时候 我知道我就加盟了一个非常之完美的球会 对于我来说 他说这个球队里面有非常之兴奋 他可以加盟到因为实在有太多好好的球员 他说他可以答应各位的球迷 我每天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 是从他们的身上学习 也都会尽我的能力去尽快发展好 develop好我的比赛 教练我当我来到之后真的非常之好 其实不是 他说自从我签了曼联之后 教练一直都跟我联络着 来到就更加觉得他们非常之好 所以我已经接受了很多好的意见 到现在这一刻 幸好有比较多的时间 无论是身体上高 或者是心理上高 都可以预备好这个转媒 所以最终他也是这么说 一定会很努力 希望可以尽快在这个球会里面成长 而且说真的他没有说 不过我就帮他说 争取一个正选的位置 表演给我们的晚联球迷看 这样就很棒了 迪亚路好像之前所说 应该短期之内都会放在U23里 看看他究竟发展成什么 但是他也应该会跟随一队的操练 因为球衣号已经给了他19号 老实说 当然是早点给他球衣号 对不对 卖球衣号 这个可以理解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要更新大家 让我转一张图 之前跟大家说过 另一位年轻的中场球员 就是Moisis Casado 类似阿骨多尔的球员 原本我们说都谈得挺好的 也很大机会加盟万联 因为近期他的表现的球是不错的 在世界各国的外围赛 以及本身他踢的那对球队的上阵 都是相当好的表现 连Fabricio Romano 都说我们一直都是 是一个 几好的 处境 可以签到这位球员 但后来当然 亦都是Fabricio Romano 说这件事 曼联就不再玩了 后来我再听一些其他的报告 说回这件事 为什么曼联呢 最后会 Pull off 其实曼联也想签到球员 因为曾经有朋友说 会不会太多中场 虽然他同年纪的 我们在U隊都有几个 不错的中场 但相对来说 比较硬拳硬码 听闻说他就像简笛的踢球 我们的方法 其实我们都不会太多 但问题 原来就是这样 其实曼联就以为 跟一个他的代理人去谈 但是谈谈谈谈 原来发觉 那个所谓的代理人 就未必是真真正正 Caseado的代理人 所以越谈就发觉 越有问题 越不太好 所以这个就是曼联 为什么不再 进行这个收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现在来说 另一道英招球会 白礼顿 听闻就进展不错 都是用大约 大约是这样 大约是四至六百万 欧罗的转会费 就有机会 找到这个Caseado 去帮他们手 那 说真的 我想这个转会的 环境是非常之复杂 再加上你知道 我们曼联的转会团队 谈谈的经验又不够 所以 如果你说稳定起见 即是 害怕 因为我再听闻 Pokas 有点像 泰维斯的 床放 其实他的 球员 不仅是一个经理人 第一 然后 不知某些情况 卖了给一些公司 所以 情况也挺复杂 我们的 转会团队 确讨不够 唯有稳定 就退出了 看看白礼顿 是否真的谈到 这位球员去加盟 还有没有什么首尾跟 但是 我看了这么多的 转会专家说话 这位球员的确是有料到 很可惜 曼联 这次来说 为免有以后的麻烦 就簽不到他 老实说 好的球员 很多 希望 Akaseado 来不到 但我们也 可以继续找到 其他好的 年轻球员 和这次节目 来到这里 欢迎迪亚努 希望他 可以很快地 融入了一队 还要给予 一些 很好的 驱惠 给我们的马铃球 非常好 多谢各位收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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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